歡迎來到Jay哥不錯 這一集Jay哥想要跟大家聊聊 消費者心理學 相信每個人心目中一定有一家 你自己很喜歡 但是他就是沒有裝潢 舊舊髒髒的店 但是永遠都大排長龍 到底原因是為什麼 我們一起來聽聽Jay哥怎麼說 市面上蠻多店 他原本生意好好 結果他後來呢 去做了重新的翻修之後 他忽略掉他原本品牌的這個定位 品牌的價值 他去做了過多的裝修 裝修之後變漲價 本質卻跑掉了 假設有一間涼麵店 他很熱 夏天的時候就滿頭大汗 其實他本來生意就很好了 他唯一應該做的事情就是 把冷氣加強一點就好了 就冷氣加強一點就沒有問題 無需要去動他原本的翻修 因為他原本生意已經很好了 你就不要去動他 要累積生意變很好的這件事情呢 其實也是需要時間累積的 這麼多顧客已經認同你了 你可以不用裝潢 你就是維持這樣就好 我還是會願意 經常來不斷的消費 那就代表這件事情的商業模式 已經是成立了 千萬不要去動他 動了他 消費者對你的記憶跟你的印象 就改變 他會突然忘記你是誰 這不是一件好事情 維持你該有的樣貌 維持你的服務 讓他生意持續的這樣好 就好了 你的每一個改變 都是磁場的改變 所以你改變了這個磁場 他可能就不好 我舉一個例子 很有趣的一個例子 曾經是我自己的店 然後他成功跟失敗的例子 傑哥曾經開過 傅井樹冰店 傅井樹冰店呢 原本開在傅井街上面 382號我記得 他原本生意好好的 其實我花非常少錢裝修 原本是一個幼稚園 大概50萬吧 就裝修然後把他重新油漆 格局都沒有改動他 我就做幾生意來 哇生意超好的 超多人來做戶外 然後吃冰這樣子 後來呢 我就假老 我就想說 我把他 搬到更小 更cozy的地方 做一點裝潢 生意就不好 後來我又搬到傅井南路去 做更大的裝潢 更大的裝修 生意也不好 我原本在傅井街 已經做起來了 他就是那樣子 人們對他的既定的印象 傅井樹冰店就應該長這樣 沒有什麼裝修 價格也是這樣 這很有趣 這是我親身的經歷 就是我為了想要讓他更好 我去變動他 然後吃湯改變了 他生意變得不好 這件事很有趣喔 不曉得大家有沒有去過 現在台北有名的三大師廚喔 第一是 徐家師廚 喜相逢師廚 周濟師廚 其實他們的前身呢 都是從小麵館開始 做到 像現在 原本是 你可以用很便宜的價格 就可以吃到他現在 8000塊的味道 可是呢 當時呢 生意其實都沒有很好 所以我們厲害的師廚 都是從麵店開始 可是你當時只要花個100塊 你就吃完一碗麵 吃到他很精湛的料理 但是大家不懂珍惜 大家不知道 後來他演變成 3000、5000、8000的時候呢 現在你根本年裡想訂 你都訂不到 人是絕對有一個犯賤的心理 就是你越得不到 你覺得他越好 你越容易得到 你覺得他好像越沒有特別 150塊的時候 你就覺得 我隨時可以走進去啊 隨時都有啊 他就在我家旁邊 可是當後來變了 3000、5000的時候 反而你就覺得 哇好難訂喔 怎麼會這樣子 因為他的量變得非常珍貴 非常稀有 限定一個小圈圈 只有在這小圈圈裡面的人 才能夠進來的時候 你覺得他價值變高了 因為價值變高了 品牌度變高了 你覺得他變好吃了 其實沒有 都是同一個主廚 同一個料理 1000 他就非常好吃了 只是你沒有注意到而已 所以呢 定價策略是這樣 如果你把它訂很便宜 你要確定 你是可以走得很久 所以很久的是 你要很便宜 你還有辦法獲利 只有獲利才可以走得很久 或者你要訂到一定的金額 有一定的價格 前提是你要非常好吃 好吃是關鍵 我現在講的 所有的重點的關鍵 都是要好吃 如果不好吃 你訂便宜也不會有人來 如果不好吃 你訂貴也不會有人來 重點是要非常好吃 只要好吃 他就會有人來 前提已經落下來之後 到底他要訂高單價 還是要訂低單價 還是中等價位 這個三個不同的訂價策略 會決定了你的品牌的高度 品牌未來的走向 維持一間店而已 如果你訂高單價 開店的店戶數會非常少 你不能開太多店了 高單價 你吸引的客人 也是比較稀有的 量數是比較少的 你要訂低單價的時候 他可能可以開很多的店鋪 他也只能透過開很多店鋪 才有辦法獲利 因為你訂低單價 所以他的獲利空間是非常小 當獲利空間非常小 你必須要用量來累積 他可能開一間 你要開十間 才有辦法達到他的同等的水平 所以訂價策略非常的關鍵 也非常重要 一般人的觀念會覺得 我訂錯了就沒辦法漲價 這是因為你東西不夠好 如果你東西夠好 你隨時可以漲價 其實消費者不是真的喜歡便宜的東西 消費者真正喜歡的東西是 他的價值是高的 但是他占到便宜 其實他是兩千塊的價值 但是呢 你用一千塊賣他 他覺得 哇好划算喔 我好棒喔 我買到便宜了 但是消費者不會真正想要 買便宜的東西 最一百塊 他會喜歡買一百塊的東西 其實沒有人這樣 如果是這樣的話 這些世界精品 國際的精品 高級精品 就不會那麼多人 搶著要買 現在買精品是要配貨的 你知道嗎 你買一個愛馬仕包 他會跟你講說 喔你要先買ABC 然後我再給你一個D 真正的D才是你想要買的 他並沒有便宜啊 他超貴的 可是為什麼我還是要 因為他的價值在哪裡 因為他超級搶手 超級難買的價值在哪裡 所以我想要擁有一個 人們是不會真正喜歡 所謂便宜的東西 因為便宜 就沒有品牌的價值了嘛 便宜你就不會有品牌的 這種印象 消費者真正喜歡的東西 是很貴的東西 但是你賣他便宜了 很貴的東西 為什麼因為他的品牌價值在哪裡 我們可以思考 我們整個台灣 我們到底是要做 很便宜的東西 還是我們要做 很高價的東西 但是很超值 讓你覺得便宜了 我們是很有價值 我們是不是要透過 更多的商業的 思考的行為 創造它的價值 不斷的墊上去 非常好的設計 觸感 質感 品牌的image 你都覺得超級無敵棒 而且價值也很高 但是他可以比他的價值 再稍微賣便宜一點點 一點點 你覺得 哇 物超所值 我覺得這次應該 我們去思考 而不是我們一昧的在做 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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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再怎麼便宜 都會有人比你更便宜 你永遠沒有辦法往下比 只能往上比 而往上比我們有很多可以 那我們參考 例如說我去北歐 我看北歐家具 超級無敵讚 北歐家具 一張椅子要賣你三四萬 甚至它一直在漲 它跟期貨一樣一直不斷的在漲 可是它就真的超棒的超美 跟去淘寶買 然後很類似東西 然後做一做沒多久它壞掉了 它只是樣子看起來像 可是它真的沒有那麼好 我們思考一下 我們到底想要什麼東西 因為只有真正好的東西 真正品牌的東西 才有辦法把你的店的品牌 價值給堆升上去 這一點我覺得很值得 大家去認真的思考 台灣人好喜歡去日本旅遊 日本有很多東西 是可以讓我們去做商業的借鏡 它經常一張椅子就是很多錢 所以在日本開店是很貴的 你會覺得它很棒 可是你說不出來 因為為什麼 因為你體驗到真正好的東西 你覺得它好 去思考一下 它到底為什麼好 它到底為什麼吸引你 你能夠把這個好 帶回來台灣 才會有辦法真正帶動 整個台灣的 所謂生活美學 其實也不是因為它定價貴 會特別讓你想去 一定是它好吃你才會想去 那如果它沒有真的很好吃的話 可能你去一次就不會再去 真正我們在做吃的 重點是要好吃 那個本行的本質很重要 你要讓那個本質是對的 是足夠好的 我覺得那個定價策略是 貝斯上你這東西夠不夠好 然後有多少人 懂你的這個好的價值 願意拿出這些錢來支持它 好那這一集呢 我們跟大家分享了 比較多品牌相關的觀點 那大家還有想要知道 什麼樣的品牌啦 或者對什麼樣的商業行為 是有興趣的 歡迎留言讓Jag知道 找機會跟大家分享 我們來聽聽Jag怎麼說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拜拜